嗨 各位晚安 我是文介 很久沒有上來PORTONTIN的影片了 因為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比較忙 也沒有像以前那麼認真在玩這個遊戲 不過最近開始知道怎麼分配時間 會再開始錄新的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在我不在的這段期間 想不到訂閱頻道人數只少了五個人 真的很感謝還留下來的你們 我會更加努力做更多影片的 今天我要來玩一下這次的合作角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正義聯盟了呢 因為我禮拜天的時候已經去看過了 我是超人粉絲 我覺得超棒的 今天也是要來玩一下這次合作的新角色 超人與閃電俠 超人與閃電俠他們的隊長技 是體力跟攻擊type HP2倍 攻擊力3倍 光只要4個以上攻擊力就會上升 最大就是6顆光 一起消的時候是3倍 我的超人就給他吃 繼承是繼承鼻鼓 因為我要打雙三的話 怕遇到赫拉龍還是主神大人之類就會比較麻煩 那我的隊員組成是這樣子 UNA 主要是拿來打最後雷達龍的關卡用的 然後TIFA TIFA 我給他裝備之機 這個角色 多了兩個光 可能還多一個手指 我覺得跟TIFA超搭的 然後再來是光君 光君呢是想要仰賴他的血量 然後還有這個 超追加攻擊 有時候可以用得到 但我覺得大部分還是這個 心直的5顆心的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我這邊還有放一個成龍 然後主要是拿來洗板用的 那助人的話我不用超人 而用超虎的理由 是因為雙超人的話 血量超多的十幾萬 可是回復力真的 真的很慘 所以我是選擇助人超虎來做搭配 好 那就進去吧 這邊的話 光因為有四個所以我就 有鎖定器了 有點怕說如果七人沒打死 他那個水落珠會有點麻煩 這對手指也算蠻夠的 好看 喔 高門不光了 如果双超人的话 遇到这只就会很讨厌 血量很难抵回来 中小可音 沒留一顆光澤 糟糕 留了一個肺在那裡 按說等一下是可以洗掉啦 啊 這有點麻煩 這有點麻煩啊 而且偏偏都封在成龍 就是我想開技的那個角色被封起來 那我只能開光君了 光君的技能是 我給他繼承增傷 應該後面可以存的回來 這邊要先想辦法突破 那這邊呢就只能拖一下了 如果沒有成龍的那個七夕覺醒的話 這個蛋龍 有點難打穿 就算了 就算了 好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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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的话 应该靠附属就能解决了 就留下光珠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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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麒麟 麒麟就要小心了 因為 有過 因為有想說 然後 隨便削個珠子 然後 就天降 靠潮湖的倍率把它打到平死 然後我就死掉了 有過這樣的經驗 所以有點可怕 那這邊呢 你就用Yuna 會不會太多啊 這樣 那這邊呢 會只有五顆星 那這邊呢 啊啊 知道嗎 臭那個 花太多時間了 嗯 這對吃毒是沒關係啊 好 十分指釋 嗯 那這邊呢 才可以打鍋板喔 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几个猪 哦 这么好 其實 超人是玩橫排的 超虎是玩combo的 可是 兩個角色對掌技吃的type是有重疊的 所以 玩起來意外的大 而且 一個加血量 一個加恢復 這一隻的話 就靠超虎的倍率就可以了 不要轉7C的話 應該都還可以 就慢慢薄就好了 5色的高 Horn 像是可以抓到兩層的 好 一半 字幕作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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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作者 李宗盛